预制件一般都是指预制的混凝土件 常用的包括预制混凝土外墙 也就是发纱、楼面、楼梯和窗帽 目前一般都有国内厂家生产 质量和成本效应那就更明显了 要按照工地施工要求 先密到工地上进行塑装 其优点是时间快 建筑工厂化 质量容易控制 因为铝窗和外墙砖可以一起做 这样就可以减少漏水和外墙砖脱落的机会 并且可以减少工地上的垃圾 而且这种混凝土预制件 还可以和其他非混凝土预制件配合 例如建格墙可以用Driver Panel 或者石膏板 也就是Jipson Bond 来减少工地的施工 Wet Tray 如果工地上决定用混凝土预制件的话 那就必须要留意设计上的细节了 包括预制件的尺寸 大小 重量 运输 储存 起掉 以及接拨口味之间的处理等等 因为很多时候 对它都有特别的要求 比如预制件太大或者太重 在运输和起掉方面都会有问题 而工地上一般也需要有较多的储存空间 在安全方面要特别注意 例如在调运和安装时 必须充分地根据步骤来做 所有预制件都要留意接拨口的设计 以防渗漏 成建商会根据建筑设计的要求 选用不同的建筑材料来互相配合 而成为一套混合模板 它的好处是可以根据实际的环境来使用 并发挥各自的优点 例如用铝模板做强身 楼面板是用传统的家板 或者强身用钢模板 而楼面板呢 用铝模板都行 关键是要配合得好 要特别注意 由不同模板配合组装后的接拨口的处理 一定要依照所批准的图纸来进行施工 比如说 我发觉不论是弹模板 还是钢模板预制件都需要靠机械来起钓 组装之后来浇注混凝土的 是啊 所以工地上的塔钓 一定要覆盖整个组装的范围 而且塔钓对工地上各行各业的应用都非常的广泛 所以在考虑塔钓数量的时候 一定要充分配合组装模板的施工流程 这样才容易控制浇注混凝土的周期 另外由于非传统模板和钉木模板的过去不同 检查扎铁和风板可能在同一天要分几次进行 以配合工地的实际需要 这样就可以发挥非传统模板的效益了 目前 多数都采用混凝土泵来浇注混凝土 为了避免泵管所产生的撞击力传到模板上 所以一定要把泵管用管码和螺丝收紧在混凝土墙身 或者是柱头上 同时呢 用活动铁架来承托泵管来减低撞击力 以避免影响模板结构的稳固而导致走位 总之不管是用哪一种非传统模板 只要工序做得好 浇注出来的混凝土就一定会平整垂直 并符合尺寸要求而不漏浆 也不会有蜂窝 说得没错 如果工地上每一位工友 都可以尽力做好上面我和国强所讲的每一个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了优质工序的目的了 知道了没有国强 知道了 丙叔